大家好,今天的视频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产品 这个其实在之前的CB加上我们已经体验过了 是老挖的这只新的百威镜头 那么今天也是上手 这个镜头我觉得有三个比较大的特点 第一是2比1的微距功能 你在拍摄的时候比一般的这种1比1的微距 拍摄的更能够细化,更能够拍的特别的惊喜 那么第二个特点是它具备了APO的复销色散的功能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的话几乎是看不到色散 所以这一点没有紫边,没有色散 所以这一点的功能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价格其实比较有性价比了 不到3000块钱的话可能还能找回几块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镜头的话还值得一试 同时我们一个同事跟我说 我们附近他在一个园区里面发现了新开的一种花叫荷包丹 荷包我只能想到蛋 但是这个荷包不丹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 我们去一起看一看 用这个镜头一起去拍一拍 看看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已经到了荷包牡丹的面前了 这个花比我想象的要美丽 而且这个样式也是之前很少见到的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花 然后拍的时候这个镜头其实是纯手动 所以拍的时候你就不用去想自动对焦 速度对焦点都不用去想 只要找到合适的距离 然后去进行手动对焦就可以了 那这个花的整体的体积其实不算小了 所以拍的时候不需要2比1的这么细致的这么一个拍摄距离了 所以我可以根据我的实际构图 根据实际场景然后去找一定的这种构图 然后去拍就好了 然后我这次用的是加农的右侧 然后拍一个转捲环加上了这个老挖的这只白威EF卡卡的这只镜头 再触点 所以你在拍的时候用机身来调整光圈就可以了 而且在你的照片上是有这个光圈参数信息的 这个比较方便了 然后我拍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建议吧 那么最大光圈2.8 但是2.8其实你在拍微距的时候很少会用到 因为它太大了 你在拍的时候景身会非常非常的浅 所以像我拍摄像拍这个花的时候 可能用到5.6或者F8 是比较合适的这么一个光圈档 刚才用实移的距离 然后拍了一下这个花 那我一会再试一试用2比1的这个微距模式 然后拍一下看一下这个效果 刚才拍了花 然后接下来要拍点这个昆虫的标本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效果 刚才拍了一些昆虫的这个微距特写 然后也有一些是用2比1的微距拍的 可以看到这个成像还是非常好 所以我整体来讲用下来对这个镜头的感受 感觉还是非常好 一方面是成像非常的好 再一方面就是1比1 2比1你随便用 再也就是价格其实也非常的实在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正好需要一款微距镜头 而且你在拍摄的时候 多数用的都是手动对焦 对自动对焦没有那么高的需求的话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可以去试一试